受到疫情影響 此季骨髓干细胞中心 陆续敢用液态氮冷冻的方式 把造血干细胞送往其他国家 提供病患移植使用 最近完成大陆首例 冷冻造血干细胞的运送 很高兴的是大陆的移植医院 接受我们的建议 应用冷冻干细胞来帮助病患做移植 因为我们过去用奇奈学的冷冻技术 还有运送的方法 我们有很久的经验 所以我们很有把握 这个干细胞会有很好的存活率 可以实际上帮助病患 造血干细胞送到核心实验室 分装与降温处理 在降温过程中要确保细胞抗冻 血带是很脆弱的 在低温的冷冻桶里面 每一个避免碰撞 扁平抗冻盒可以避免碰撞破损 仔细减核袋数 贴上标签 封装后再放进低温槽 急速冷冻 冷冻是一个蛮特别的技术 也就是说要确定干细胞 不会有损伤的问题 因此我们必须要非常仔细 比较困难的部分 大概就是冷冻袋的供应不足 在台湾这边跟许多的移植医院 借调想翻设法 把干细胞送到国外区 冷冻干细胞在涉事零下170度的 干式储存槽中运送 移植医院收到后就可以解冻救人 当选红木金的名义华联报导